学习进行时,近日,习近平总书记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做出重要指示。党的十八大以来,习近平曾对多人的先进事迹做出重要指示批示,号召干部群众学习。 新华社学习进行时,原创品牌栏目讲习所推出图文故事,为您摘录其中部分内容,带您一起致敬模范,传承精神。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,不能没有英雄,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。党的十八大以来,习近平总书记曾对多人的先进事迹做出重要指示批示,为英雄模范点赞,号召干部群众向他们学习。 老英雄张富清,六十多年深藏功名,一辈子坚守初心,不改本色,事迹感人。 近日,习近平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做出重要指示。 对于老英雄的不凡事迹,习近平给出高度评价,在部队,他保家卫国。 到地方,他为民造福。 他用自己的朴实纯粹,但不名利,书写了精彩人生,是广大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学习的榜样。 习近平发出号召,要积极弘扬奉献精神,凝聚起万众运心奋斗新时代的强大力量。 今年95岁的老党员张富清,是原西北野战军359旅718团206连战士,在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,先后荣立一等攻三次,二等攻一次,被西北野战军纪特等攻,两次获得战斗英雄荣誉称号。 1955年,张富清退役转业,主动选择到湖北省最偏远的来奉献工作,为贫困山区奉献一生。 60多年来,张富清刻意尘封攻绩,连儿女也不知情。 2018年底,在退役军人信息台集中,张富清的事迹被发现,这段英雄往事重现在人们面前。 对首岛卫国32年,把青春年华全部献给了祖国海防事业的王继才。 2018年,习近平对他的先进事迹做出重要指示,强调我们要大力倡导这种爱国奉献精神,使之成为新时代奋斗者的价值追求。 王继才生前是江苏省冠云县开山岛民兵哨所所长。 开山岛位于我国黄海拳上,面积只有两个足球场大,战略位置十分重要。 1986年,26岁的王继才接受了首岛任务,从此与妻子以海岛为家,与孤独相伴,在没水没电,职务,都难以存活的孤岛上默默坚守,把青春年华全部献给了祖国的海防事业。 八年七,一日,异财,发,精抢,孝叙事,锦勿,八岁。 对秉持科技报国理想,把位祖国富强,民族振兴,人民幸福贡献力量,作为毕生追求的归国科学家黄大年,2017年,习近平对他的先进世纪作出重要指示,提出要学习他心有大我,制成报国的爱国情怀, 学习他教书育人,敢为人先的敬业精神,学习他淡薄名利,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。 黄大年是著名地球物理学家,生前担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任教授,博士生导师。 2009年,黄大年毅然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回到祖国,刻苦钻研,勇于创新,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。 填补了多项国内技术空白,2017年1月8日,不幸因病去世,年仅58岁。 廖俊波,中,在正河县铁山镇东建村,向花农了解花卉生产情况。 2014年4月18日设,新华设发,徐庭盛设,对带领当地干部群众扑下身子,苦干实干的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廖俊波。 2014年,习近平对他的先进事迹做出重要指示,号召广大党员,干部要向廖俊波同志学习,不忘初心,扎实工作,连结奉公,身体力行把党的方针政策落实到基层和群众中去,真心实意为人民造福。 廖俊波生前是福建省南平市委常委、副市长、武夷新区党工委书记,曾任正河县县委书记,2015年6月,被中央组织部授予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称号。 2017年3月18日,廖俊波在赶往武夷新区,主持召开会议途中不幸发生车祸,因公殉职。 对把毕生经历,投入到山区生态建设和科技富民事业中的李宝国,2016年,习近平对他的先进事迹做出重要批示,给予他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、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,太行山上的新愚工的高度评价,号召广大党员,干部和教育,科技工作者要学习李宝国同志新系群众,扎实苦干。 奋发作为,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,自觉为人民服务,为人民造福,努力做出无愧于时代的业绩。 李宝国生前是河北农业大学教授,博士生导师。 他把太行山区生态治理和群众脱贫奔小康,作为毕生追求,每年深入基层200多天,让140万亩荒山批率,带领10万农民脱贫致富。 长年高强度工作,让李宝国基劳成疾,2016年4月10日凌晨,58岁的他突发心脏病,经抢救无效叙事。 李宝国叙事后,被追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,时代凯模,全国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。 对于在司法改革中,敢肯硬骨头,甘当然登者的邹碧华,2015年,习近平对他的先进事迹,做出重要批示。 习近平号召广大党员干部,特别是政法干部要以邹碧华同志为榜样,在全面深化改革,全面依法治国的征程中,坚定理想信念,坚守法治精神,忠诚敬业,锐意进取,勇于创新,乐于奉献,努力做出无愧于时代,无愧于人民,无愧于历史的业绩。 邹碧华生前是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,投身司法事业26年,2014年12月,他突发心脏病,经抢救无效因公续职,终年47岁。 邹碧华叙事后,终宣布追授其时代凯模荣誉称号,最高人民法院追授其全国模范法官荣誉称号。 对人民公仆兰徽,2013年,习近平做出重要批示,称赞他适用生命进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好干部,是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,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学习他信念坚定,对党忠诚的政治品质,心系群众,为民尽责的公仆情怀, 望我工作,务实进取的敬业精神,客气奉公,敢于担当的崇高品格,劳固树立宗旨意识,自觉做到为民务实清廉,更好发挥表率作用,不断做出经得起实践,人民,历史检验的实际。 兰徽生前是四川省北川枪族自治县副县长,2013年5月23日,他在检查乡镇道路和安全生产时不幸坠崖,因供血职。 对于秉持航空报国志向,为我国航空事业发展,做出突出贡献的罗阳,2012年,习近平做出重要指示。 他动情表示,他的英年早逝是党和国家的一个重大粉丝,明确要求要很好的总结和宣传罗阳同志的先进事迹,号召广大党员,干部要学习罗阳同志的优秀品质和可贵精神。 罗阳是歼15舰在机研制现场总指挥,中航工业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。 他投身祖国航空事业30年来,秉持航空报国的志向,坚持竞业诚信,创新超越的理念,兢兢业业,攻坚克难,常年超复合工作,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完成了多个重点型号研制,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,为我国航空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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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